看看新闻网 如此能说会道 这其中恐怕也有和他合作过的中国明星的功劳 当然杰克曼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 光说中文怎么行呢 于是粉丝们齐声呼吁 修杰克曼修肌肉 这让杰克曼有点难办了 既然无法秀肌肉就在片中过过瘾吧 显年45岁的修杰克曼 此次在影片中再度挑凉狼叔一绝 金刚狼二的票房自然是不用担忧了 在片中他所扮演的罗根 原本是出席一个固有的葬礼 齐料其中遭遇突袭 于是他拼尽全力带着固有的孙女离开 齐料等待他的竟是一场阴谋 在影片中 金刚狼也不再像以往那般无所不能 失去自动愈合伤口能力的金刚狼的命运 也令人揪心 如今修杰克曼拿捏金刚狼这一角色 可以说是首到擒来 但谁能想到在选角之初 他也是经历了层层的筛选 只是距离海选一晃15年过去了 45岁的修杰克曼还能扮演金刚狼这个角色多久 也成为了大家心中的定位 如此看来 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是一个慈祥的老爸 休杰克曼也十分绅士 从现场翻译下场的一个小细节中 就可以看出来 谢谢鲁乐新年底 休杰克曼帅呆小伙伴 北京采访报道